1973年属牛人,人活着,别的色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家财万贯,买不了太阳不下山,身无分文,不一定日后没江山,遇到有钱的。 别嫉妒,遇到贫穷的,别取笑,遇到善良的,别欺负,遇到可怜的,多帮助,遇到讲义气的,拿命袒护,遇到耍心眼的,不屑一顾,为人谦虚,处处都以心换心的人,值得靠近B的人心,因为真诚,是做人之本。 做人,永远不要瞧不起别人,一定要低调,必须要善良,1973年属牛出生人的命运,丧着木命,生人乃为田野木山之牛,鬼丑年的人属于忠厚老师的微情,但沉默挂言,少有和蔼调情,一直常被误认为性情坏癖,造成他人静而远之,对于人生的微妙毫不在意,如能克服缺点,努力奋斗, 那么成功对他来说自然并非男士,鬼丑年在命运上就属于路途直牛,做事情往往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,才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,所以会让这一年出生的鼠牛人命运显得比较辛苦,生活中也会充满了很多的心酸,但是好在这一年出生的鼠牛人有一段美好的婚姻,男士的话会有妻子在背后默默的付出, 而女士则是能够得到丈夫的无私帮助,最终让说牛人在晚年的时候能够得到十分幸福的生活 1973年鬼丑牛年生丧送牧命,鬼丑奈樱目,其路得远,哪刚柔下几只目,谁吐成于万方,则生于利物,金至于生成,皆可以利功利势, 唯恐生亡风火,此属水而丑属金,水更生母而金子伐之,由桑松帮生而人便亦枪伐, 故于桑松母,树牛人已973年出生命运,973年出生的树牛人凭生能小是非,不理闲事,一生一世充足,出年才博不拒, 中院图力发展,万院刻成家业,六千冰山南靠,首都封卫西东,女命口快心直,夫妻可白手到老,子女聪明,一生得利, 春,下生人衣食无忧,秋,冬出世福寿年长,日生的路,夜生享安乐,六月生人为八百, 生肖鼠牛人今年压力很大,因为有太罪的影响,在价值比肩结财,使自己收入方面,一直面临了着很大的压力。 当然了鼠牛人是很努力的,又非常的踏实能干,这些困难并不能阻止他们在试验上的前进脚步, 尤其是到了11月26号以后,鼠牛人得到贵人的帮助,会有非常好的机会,只要积极努力, 锐意拼搏,相信,以鼠牛人的才华,一定能够事业上脱颖而出, 鼠牛之人盖是铁壮肯吃苦,热爱自在,11月下旬即兴照射, 到时整体运势都比较好,财气十分棒,如果能借助好运, 预备毛带接钞票,喜事接二连三,另一方面,鼠牛的他们, 未来两个月运势和财气都是一个上升趋势,远景大号, 一起应该注意,不要轻帅大资金进入不熟悉的领域, 信任杰出的支付是成才之道,通过不断斗争, 未来日子一天比一天好, 其实三年鼠牛人不是没志气的人, 更不是没缘合的人,生来就有稳重心态的他们, 面对事实反事都能用心细致, 不折不扣的做到最好,早年这样的努力多半, 是换来更加劳碌的生活, 但鼠牛人早年做出的积累都不会白白浪费, 当四十五岁这年到来的时候, 进入狗年, 物情生金土, 是鼠牛人大气满城的一年, 在这年内不愁运气不好, 更不愁发不了财, 就算辛苦了一辈子, 鼠牛人从此也幸亡富贵, 总的来说, 鼠牛的人是苦耐劳, 任劳任怨, 虽生活工作中, 总会被别人误会受委屈, 对鼠牛的人来说只要是个金子, 迟早会发光, 只要运是一道鼠牛的人便能够翻身, 成为人上人, 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, 鼠牛的人运气一年比一年好, 因为他命里面有虎的极心的照耀, 所以将来一定会关运亨通, 裁员不断, 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, 大师在这提醒鼠牛人开运技能, 虽然在近期鼠牛人会有贵人祝愿, 好事来临,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, 要留心, 运气这东西真是说不准, 亦是这样亦是那样, 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, 要想做事越来越顺心, 运气越好钱越多, 就建议鼠牛人奉请自己生效本命佛, 虚空在菩萨心经手串, 手串采用天然黑钥匙金时摆磨而成, 长期贴身佩戴, 能够增长智慧和福气, 让佩戴着身体, 事业, 财运都顺顺利利, 或菩萨的加持, 去除身边的妖怪苦恶, 避免受无望之灾, 保佑心想事成, 可谓是菩萨赐予人的珍贵礼物, 增幅增守, 功德殊胜, 功德无量, 建议鼠牛人可以胜转越时尝试, 佩戴自己生效的配饰, 可压制自己的心火, 祝你在多逢贵人, 远隔小人, 事业顺利, 万事安排, 点击下方蓝色字体, 直到奉清自己属相配饰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